哈喽大家好,我是潮哥 豆腐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但怎么样做才能做出焦香入味又特别的好吃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详细做法 让大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首先我们要准备两块新鲜的嫩豆腐 做豆腐的时候最好是选择嫩豆腐比较好吃 然后豆腐准备好以后 我们把豆腐给它切成厚片大概一公分 片切好以后再改刀把它切成条 把豆腐切成条以后炒出来才特别的好吃 豆腐全部切好以后把它装入大点的碗里面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块瘦肉给它切成薄片 再改刀把它切成肉丝 最后把它剁成肉末就可以了 肉末全部切好以后 倒入碗中备用 准备两个青椒把辣椒粑去掉 然后将它切开 切开以后再改刀把它切成小块 青椒切好以后也做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些大蒜给它切成蒜片 然后再改刀把它剁成蒜末多细一点 蒜末全部剁好以后 做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去肉皮的生姜切成薄片 再改刀把它切成姜丝 最后把它切成姜末就可以了 姜末切好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喜欢吃辣椒可以切几个小米椒 把它切成小圈 小米椒切好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准备把小葱直接跑到其中葱花 葱花切好以后 做入碗中备用 剩下来的葱叶也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以后也做入碗中备用 然后调个料汁 一小勺食用盐 再加入一勺蚝油 两勺的生抽 再加入一点鸡精 然后一勺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提前调个料汁是为了炒菜节省时间 这样炒菜就不会手忙搅乱了 料汁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先放一边 接着准备一个平底锅 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热以后我们把豆腐放到平底锅上面 开小火把豆腐给它煎一煎 这样煎出来的豆腐才特别的焦香入味 再换动一下锅 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一些 其实我们煎豆腐的时候 也不需要开得太大的火 将它开成蒸火就可以了 把火慢慢的给它煎一煎 煎好以后再翻过来煎第二面 全部翻过来以后 我们再给它煎一煎 把豆腐的四面都给它煎至焦黄 就差不多了 这样煎出来的豆腐才特别的好吃 把豆腐全部给它煎至焦黄 就差不多了 然后将它盛出来 先倒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不要放油 把肉末放到锅里给它翻炒一下 快速的翻炒 把肉末炒熟炒香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里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等等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呗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知识与鼓励 然后把姜萨帽全部放进来 快速的给它翻炒一下 把它们炒出蒜香味 然后把青椒也加进来 这里我们需要开大火 快速的给它翻炒一下 把所有的肉末给它炒熟炒香 然后我们把豆腐加进来 这里我们需要开大火 快速的给它翻炒 把豆腐给它炒至入味 这样炒出来的豆腐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最后再把调好的料汁里入进来 继续开大火 快速的给它收一下汁 哇真的是太香了 最后我们把葱段加进来 开大火快速的翻炒一下 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 这样炒出来的豆腐 看着多流口水 然后将它盛出来 装入碗中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非常美味又好吃又下饭的豆腐 我们就这样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 不管是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的 主要是这样做出来 比饭店里面做的还要香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焦香入味特别的酥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做法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